欢迎各位亦有全面进场 如果你是喜欢我的节目 希望你可以免费订阅我的频道 多谢大家的支持 话说中联版主任骆惠宁 今天就在人民日报撰写文章 标题就是推动香港一国两制事业行稳致远 副标题就是深入学习 贯彻习近平主席 视察澳门系列重要讲话精神 其实整个文章的重点是摆在第三端 主要是为香港推动第十三条本地立法 做舆论功夫 这篇文章的重点是这样讲的 香港澳门自回归祖国之日起 重新立入国家治理体系 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是两个特别行政区基本的宪制责任和政治要求 对于特别行政区而言 如果国家安全体制机制长期缺位 外部势力就能无所顾忌进行渗透破坏 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和社会各界 形成了在国家安全问题上 只有一国之责没有两制之分的高度共识和行动自国 我们将一如既往地支持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 以香港长治久安和700多万香港同胞的根本福祉为衣归 建立和完善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 并强化执法力量 着力保齐这个香港一国两制制度体系的突出短板 更好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和香港长期繁榮稳定 更好维护港大香港同胞的切身利益和根本福祉 说得非常清楚 首先就是盛赞澳门 他们已经完成了第23条本地立法 他们在2009年3月的时候已经通过了维护国家安全法 于是赞澳门特别行政区和他们的人民 有高度共识和行动自国 人们在11年前自动自国搞定 于是他说支持特区政府 就建立这个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 即是23条进行本地立法 这个是非常清楚的 只不过他没有将23条这件事写出来 什么叫国家安全法 其实呢 落主任上任两个礼拜 就已经是着手推动国家安全法的舆论工作 开始进行这些酝酿的功夫 其实就符合了不少人的预期 因为就是落主任都已经是65岁了 他就已经去到退休年龄了 在这个时间接任中联版主任的职务 即是说他是无后顾之休的了 因为他在这个位置退下来以后 就不会再新居要职 于是他就可以专注来推动 第23条本地立法 好了 其实这个吹风在去年 建制派就已经开始深一点地说出来的了 包括这个行政会议成员叶国谦都已经反复强调过几次 除此之外 其实今天落主任这篇文章 也是同去年底 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张晓明在人民日报发表的一篇文章 是互相呼应的 当时张晓明主任那篇文章是怎么写的呢 标题叫做坚持和完善一国两制制度体系 内容大概就是香港尚未完成基本法第23条立法 亦都未设立相应执行机构 是近几年来 港独等本土激进分离势力活动 不断加剧的主要原因之一 张主任认为 建立健全 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 强化执法力量 已经成为摆在 特区政府和社会各界人士面前 突出的问题 以及紧逼的任务 即是 都是说的23条立法 很明显就着第23条立法 就已经成为了一个主旋律 将会在未来的日子 是肯定会推动的 再次拿上台面 只不过 目前林郑政府的民意基础是极其薄弱 况且想着一波未平又一波又起 肯定就会激发起新一轮的抗争运动 而且本届立法会的会期 去到7月15号 亦都会举行最后一次会议 会期会结束 以后就是9月的立法会 换届选举 到底在今年7月之前 能不能够完成第23条立法呢 我是不看好的 故此来说 今年9月的换届选举 就变成了23条立法的一次公投 如果你是不支持 这个23条进行立法的话 你就一定不能够投建制派了 这个就变成了23条的公投了 因为他将会放在选举之后才会推行的 这个23条立法 这是我估计的 除非他想着快刀斩乱华 想着在建制派佔有优势的时候 然后就在7月会期之前通过 没什么好说 就会推动那些人 继续出来抗争 如果他是打算选后才搞的话 大家要小心 一定就要出来投票 投票投票投票 如果不是建制派佔有优势 其实23条过半数就可以了 不用分组点票 他们如果佔有36席或者以上 23条就过硬 所以大家就一定要 打醒12分精神 而且我又不是很相信 在9月立法会选举之前 23条立法会正式摆上台面 因为这样会令到建制派的选举 是输得更惨的 本来就已经有这个反送中的运动 加上过去的大半年 政府的高压统治一时又说蒙面法 紧急法 再加上这个警察暴力 这么多的因素底下 建制派就已经的选情 不太看好了 再加上这个又说搞23条立法 又想着拣制香港人的自由 我想就在选举之前 就其实不推出的机会 绝对大过推出的 因为对于选情是非常之不利 因为市民只会对于建制派 是更加之反感和恐惧 至于林郑又怎样呢 我相信他接了这个23条硬任务之后 他就能够做满这一届任期 直至到2022年的6月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知道网上很多人都在吹风 就说林郑每天的政治生命都在倒数 什么什么 其实每一个人 一睁大眼那一刻 自己的生命都在倒数 这些是废话来的 根本上是 为什么我认为林郑能够做得满呢 因为如果一旦行政长官出缺的话 半年之内就要搞一次的补选 是要走完所有的过程 然后产生新一届的行政长官 目前来说林郑月娥已经是输到没什么可以再输了 民望又趴街 而且他根本上又没办法 再所谓更加一层楼或者怎么样了 于是乎这个烂摊子 既然他都搞了出来的时候 不如不差再你推动这个23条的立法 为以后的 下任期的行政长官 扫除了这个障碍 不如你这些屎州市 不如你执起他好过了 如果林郑真的能够做满这个任期的话 他到22年6月才是任满的 在今年的9月立法会换届选举之后 他依然是有一年零九个月的时间 是让他推动这个23条的立法工作 是绝对足够有余的 但如果中途换人的话 又会洗走了半年了 那半年的时间就没办法同时推动23条的立法 所以我不相信是换人 再加上国家主席习近平多次主动和林郑握手 某程度上已经粉碎了换人的传闻 当然林郑下台就是很多市民的主观良好愿望 但大家必定要警醒一件事 在目前的这个制度下 倘若是没有真相普选实现得到 无论那是林郑也好 叶柳也好 曾俊华也好 曾玉成也好 当中央人民政府和香港人民的利益对立起来的时候 他们只会毫不犹豫地站在大陆那边 而不会站在香港人那边 这个是目前这个制度的死症 死穴是没有办法解决得到的 所以大家就不需要过分 要求某某军下台 因为在目前的这个制度下 哪一个人上台都只会成为一个坏的人 他就不会站在维护香港人民利益那一边 因为这个不是经过普选产生 我不是说反对林郑下台 只不过林郑下台就不应该成为一个主要的诉求 林郑下台大家的心情都会非常舒畅 只不过大家一定要坚持一件事 就是无论哪一个上台都好 都要坚持着争取真相普选这个目标才是 否则的话 前人那么多的心血那么多勇武派付出了 所牺牲的东西就变成百废了 如果林郑下台的烧烟花放炮掌 然后就将过去发生的东西 好像粉笔似地抹去 就非常愚蠢了 当然林郑下台大家绝对是可以烧烟花和放炮掌慶祝 因为一个这样的恶棍收皮 但是也要坚持那个信念 就是争取这个真相普选 其实五大诉求 最重要都是这一件事 如果落实不了这个真相普选 基本上其余的诉求 都是难以来执行的 好了这一节讲到这里 多谢大家收听 拜拜